中美贸易战开打 中国手机制造商华为首当其冲遭受波及 美国最大电子产品零售商百思买 将终止与中国厂商华为的合作关系 未来几周之内百思买就会停止销售华为的手机 百思买在全球拥有一千一百五十间大型电子产品零售连锁店 百思买决定终止与华为的合作关系 对于积极进军美国市场的华为来说 无疑是一场挫败 不过百思买发言人不愿对相关报道发表评论 华为则透过电子邮件对媒体发表声明表示 非常珍视与百思买的合作关系 至于双方合作细节则不便讨论 声明表示华为目前透过多家 甚至规模的消费电子产品零售商 在美国销售旗下产品 而且华为产品均符合业界的最高标准 隐私以及工程标准 今年初原本敲定将销售华为智能手机的美国AT&T 就因为资讯安全的考量将计划喊停 而美国电讯厂商威瑞信也在去年底取消了原本打算销售 华为智能手机的计划 在一系列的挫败阴影中 华为董事会昨天也完成了换届选举 由董事梁华出任新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原董事长孙雅芳辞任董事长也未进入董事会 公司创始人任正非依然担任董事以及公司的CEO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换届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华为 开始于2011年的轮值CEO制度 引发外界关注 但华为官方并未解释取消该制度的原因 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整理报导 请因为打算币和明镜与优加工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明镜与优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明镜与优惠 明镜与优优独播剧场 如果需要视频道理报导